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殿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殿,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集中 平时咱们说习惯的电影或者电视剧 今天就脱个小浪说两个诡异的短片 客树路风格的电影我们也说过不少 有新制裁,虚空意见,一模进去,黑森林等等 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个短片,名为Tresher 影片开场一个男子被困在一个都是密码水的物质 他能够做的就是给自己播放一点音乐听听 然后盯着周边无数的锁头 地上还散乱着不少被他打开的锁 无奈的时候,他还会做一些运动 面对这么多的密码锁,他的内心是绝望的 不过,他还是将事故的密码记录在笔记本中 就这样日复一日,谁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多久 有时候,他的脑中还会闪现一些诡异的画面 这让他很是恐惧,今天音乐停了 而闹钟竟然也停了 与此同时,隔壁的一个门突然打开 这里竟然还有一扫门,男子走得进去 然后走上楼梯 原来这是通往楼上的房间 摇摆了灯,成就的焦距 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诡异 突然他在房间内看到了一个黑不溜秋的诡异身影 吓得他,赶紧关上了门 他知道自己必须马上解开密码锁 男子也不曾想过门的另外一边是什么 终于他在慌乱中打开了锁头 他管不了身后的诡异身影 跑才是最重要的 可打开门后,他绝望了 因为眼前的一幕让他傻眼了 各种诡异的生物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怕是打开了地狱大门吧 男子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因为无数的触手伤了近男 此时画面一想 这名男子出现在床上 他的心跳停止了 原来之前都是拿他做实验 这个白大褂样式的男子应该是一名科学家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实验了 他们具体要做什么 我也不得而知 但他们似乎打开了异界的大门 而这个科学家在靠近男子尸体的时候 被生存的触手给干掉了 这短片满满的克苏鲁风啊 位置才是最难能恐惧的 至于第二个故事《九层棒》 突然让我想起了当初看过的 《地狱的第十九层》这本书 影片开场在东大厂内 女主刚教完班 此时的时间正好24点 他走进了电梯内 忙了一整天 疲惫着他靠在了电梯边 可没一会儿电梯似乎出现了故障 在十层和九层之间卡住了 他试了很多次按钮 发现都没有用 最后电梯在九点五层打开了 一个背对着他的陌生男子出现在眼前 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女主好奇的他说 他想要看看这个人是谁 可自己一走一步 他也走一步 有样学样 对方让女主转身 女主回的转身 没想到男主出现在身前 再转身又在身前 等女主想要逃跑的时候 对方也跑了 可他进了电梯 对方说了句对不起 女主被困在了暗无边际的九点五层 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依旧有人遇到电梯的故障 然后进来 这次女主的手动了一下 同样的故事会继续下去 短片我们说的很少 我个人最偏爱的短片 还是负重前行 以及求生之路 当然今天咱就有偷个小懒 明天继续做一个很长的男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